早晨大家好 今天3月15日升旗易得道 早晨財經 我是你們的主持道心 令數據變為機會 讓知識變為財富 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昨天都很開心看到這些留言 很多人都不太捨得這個節目 不在YouTube裏面播放 不是不播放的 一個星期改一次 其他會放在Patreon 暫時這個就是升旗易得道的安排 我們用後看看大家的反應 亦都希望可以在節目裏面更加有質素 以及更加可以做得好 昨天帶點市 大家有沒有選手又或者賺到錢 昨天來講一個開市 其實昨天有一點點脫漏的 脫漏是什麼呢 開市之前的6點多 已經美期升了上去 我8點多是平倉的 也有跟大家說了 但8點多平倉有少少令我判斷上有些失誤 IGMarket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一個倉或朋友的倉 就是20,365 其實就在IG的8點15分做了 但是8點15分 另一個我真正看到的倉 就低了190點 所以換句話說 開市的時候 也都那支頭5分鐘足 如果大家做開那個圖 這個普通的陰陽足就做陽足 但是在IGMarket 另一個倉 就那個點數和那個竹身都不同 所以令到判後來那個下跌都慢了 如果我看另一個倉 就可能會判快一點點了 電腦上可能我desktop和這個手機 都有少少判斷上不同的指標都走了 所以這個 令到我可能有少少 那個敏感性 不是在第二支竹裡面 已經立刻做一個下跌 要等到破了那個前底 這個頭15分鐘的前底我才要做下跌 所以這個也是判斷慢了少少 可能差80點 差80點差很遠 還有判斷市的細也都不同 所以這個我會回答問題的結果 再通知大家 昨天可以說回 其實我想買個跌士也都不容易 因為很多網友都說 一個五分鐘 忽然間譬如我舉例 11點20幾分 升189點 忽然間有一支羊竹 可能又有這個1點幾 又有160點 基本上昨天 滴滴碰碰的都是逢高估的 但是當然我們炒卡來說 幾支羊竹我也有借到的 但是可能辛苦一點點 又升又跌又跌的去買 還有逐個位去推 但是基本上我們在很久之前 已經跟大家說了 19500至19200 其實我都有 讓幕都有跟不同的網友都提過 其實昨晚夜期都做了 昨晚夜期最低位 做了接近不是19200 而1900多 所以這個大致上 其實那個1900點 在很久之前已經跟大家說過 也都到了達標 現在我發覺坊間 我都說了 不同的專家就鬥淡了 因為要生病 也都與不驚人 勢不憂 當然面前那個淡局的一定是很淡 但是我都說用時間來判斷 在這段時間到這個星期五的 因為星期五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四拳到期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這個意識的結果去推出 在這段時間裡面 暫時來說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 加息的力度 加息的次數 所以在不同的莊家 或者炒家 不斷都會借用不同的媒體 還有這個所有的氣氛 如果不迫你這些貨出去 他們是怎樣投資的 所以接下來一個大淡 大熊市 這個世紀難料的一個 好像一個前景 好像很悲觀的 核彈式的一個 利曼著世界貿易的氣氛 大家記住這個時刻 一定會充斥所有的環境 令到你 基本上不是身無可戀 在股市市場裡面 你跟他說買股票 簡直覺得是白癡的 記住這個時刻 當然一個威美十 很快 當市場的氣氛 又再濃厚 又再吹出來的時候 到時又相反 所以我們 靜靜地去客觀一點 去看這個因素 當然 兩個月前 不見有人跟你說 現在會一萬九千點 大家有沒有印象 不見有人說會做多力腳 現在三月份的 我都可以這樣說 我不敢說是大腳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 是可以一個幾好的撈低位的一個底位 以至可以薄反彈的 當然了 轉身要快 也都這個薄低位的那個炒法不容易的 因為可能一日升一日跌 一日升一日跌 這樣去做 以至也都會是令到節奏感方面 大家會難於處理 但是如果有實踐的時候 就是如果有空閒錢 也都不是買槓桿的 不妨在這段時間裏面 可以不同的股份裏面 可以有所選擇 當然不是叫你選一些比較 如果是跌得深的時候 一些股票 可能會可以 撩的時候 也都可以是 比較看回他們 跌得深反彈力 也都會比較大些 但是也都會看一些 如果蟹火多一點點的時候 也都未必會彈得太多 所以到時就是神算 暫時不用急 我會再和大家 給一個list出來 也都會有什麼好辣的股 可以研究的 可以分析的 可以去看的股 我會再和大家講的了 通常這些大淡市 跌到某個上海時 可能反彈一千幾百點 然後再跌1500點下去 然後又反彈一千 然後再跌2000 那用一個這樣的 上山下海的形式 去洗衣機 不斷洗的 所以那個升級的節奏 無論牛熊 是不是只看過 那個牛熊 暫時來說 很多人會說 哎呀,不用這麼煩 道心 扔我牛熊表 已經知道1,1,2 看那些動物 每個買牛仔 我就沽下去了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我可以和大家講 就算大市 接下來 見底那天 我們儘管看看 見底那天 之後升一萬點 那天一樣 都是超級多牛仔 一樣都是 到時可能有幾多千張 幾多成 但是為什麼到時 你又會問 為什麼那天會見底 後來又升了幾千點上去呢 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牛仔 因為牛熊表 每天都這麼準 還在那裡嗎 所以有時候是 時真是假 因為大戶 就不是只用這個工具 有不同的工具 有期指期權 甚至場外交易 黑期 所以這個牛熊表 純粹是其中一個工具 人來套倉的方法很多 但是我們散戶 你想去沽空的時候 你只有牛熊證的時候 比較窄少少了 下方 現在暫時 18699 18699 曾經有一個裂口 這個大家留意 是不是一定要補 我不知道 但是 似乎有些下方 有些位裂口 都可以參考少少少 18699 至於時間上 我說過 騰訊業績23號 我會看24號 另外這個 今個禮拜的意識 至於這個升跌節奏 會不會在這個時勢裡 首先跌下去 然後再升上去 騰訊業績再做第二隻腳 這個暫時 就 升升跌跌的節奏 就要每天去捉 暫時 昨晚夜期 夜期收報1959 跌526點 又自插 比起醬人恆生指數 beaucoup 風墟 10 19531 前 恒生指数和所有的股票 那个应该那个叫做 我很早跟大家说 阿里巴巴的事件 如果有一天阿里巴巴说除牌的时候 可能就值得去考虑 现在暂时未到去除 周一这个卸了成千点 美国挂牌中国股当然跌势未止 反映中国股 金龙中国指数目前再错11.300% 报52001点 盘中低见5133 跌幅达到12.5% 腾讯ADR价格本均更低5% 支合314.99 阿里巴巴就低5.9% 美团就低6.6% 恒指夜期收市大低水473点 暂时来说 腾讯现在有人外面坊间唱260多 甚至这个更加低也还有 这些位置就不说了 暂时这些位置 可以这么说 under300应该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这个 看路走 这个都要看回那个 如果最稳定 始终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接货的时候 除非你是一个短炒 转身快 如果不是 可能你要预 可能就 宁愿接迟一点点 好过接太快 大户的动作里面 我们不用太快 10楼里面跌把刀下来 大家不要接着 等待 慢慢放在地上 收拾的时候 宁愿赚慢了 可能 好过 洩快了 今天我礼拜 但是这么早来说 只不过是 一天而已 星期一 一天这么多 已经走1660几点 有机会 可能 未必说这么大波幅 再向下走的空间 可能有机会少一点 因为已经走这么大波幅 和 分分钟可能 赚上去 但一千几百点 不出奇 我和大家 先说定 为什么呢 因为 通常恒指的 或者期指的 一定有一个 每个礼拜的波幅 就算几大量的日子 是不是 一条戏 今个礼拜 就已经决定了 已经下跌了 始终我仍然觉得 礼拜五或者下个礼拜 可能仍然会有一个 波幅 分钟可能下礼拜 做着脚都不顶 如果今个月来说 到月尾或者 二十几号 都是那个 700的工业 即23、4号左右 变了就做了底位 然后再拉针上去 在整个月来说 这个走势 似乎更加合乎这个逻辑 合理性 那么多年 现在月中 会不会已经一只 大脚已经见针 除非今个 今个礼拜 但是 还是说 好像现在坊间 那样说的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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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是 跌跌跌跌 15000 14000 13000 大家 大家不断讲 这样的淡势下去 好像 未来只有跌 没有升 不会 不会一面倒的 所以 大家合理地去估计 现在这个 今个礼拜 这么快 星期一 已经跌了 差不多 1700 可能再下跌的空间 似乎 直播水威就少了 所以大家留意 再下去的时候 那个位置会不会再跌不下去 可能会有点反弹 甚至是一个比较急速的弹 因为都有一些超卖的指标里看到 昨晚的纳指收市错2% 中概股指数拖累 错11% 市场同景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 取得这个进展 加上油价回肚 美股 周一一度反弹450点 但之后传出俄乌 这个又是没有突破 气氛 纳指就扭转了 导致一度跌这个126点 低见328 100 也挺大波方 又升405 然后跌这个126 收市就反复回稳 美的债息充上2019年的高位 科技股挂税的这个纳指就反复跌了2% 昨日道指高开56点 接着一度就这个涨451点 高建这个33395 收市就微升1点 报32945 标普就报这个4173 跌了2.04 报这个12581 纳指就这个跌2% 其实上当然是纳指的 如果是纳指 那么计算这个 美国挂牌的中概股 也都是 没跌小就没指到的 这个 金龙中国指数 刚才说了 跌了11.73% 报5181 跌幅达到12.5% 拼多多 今天 达到拼多多 昨日就是滴滴 跌了20.54% 京东也跌了10.52% 苹果iPhone生产就受 封城影响 因为内地大家都知道 深圳 被人封了那个富士康 叫人不要停工字 苹果收市跌2.66% 上周股价就下滑了5.2% 是11月以来的低位 和年初五个礼拜 苹果累计跌幅10% 这个 券商都说了 2月份iPhone的消费需求 保持稳健 功课水平都 持续改善 SE 也就是iPhone SE3 带动这个用家增长 其实就不是太差的 Intel就回落了3.12% 债息攀升到有利银行这个利息收入 所以这些银行都是 升的 这个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都是升了2.16% 和2.87% 花旗宣布 抗大俄罗斯 退出业务范围 股价反而反复 轻微上扬 0.13% Nike 跌了4.13% 雪佛罗跌了2.45% 另外美国运通反弹了2.91% 欧洲股市做好了 英国法国 德国股市都分别 升0.53 1.75 和 2.21% 大家都很有趣 周围都其实就算美股 倒跌了之后都能够 叫做不是跌很多 最多跌 就是纳指 欧洲还涨 但是香港 私人读潮水 全球通常 大家都好像很惨 美股升 它又跌 美股跌跌得更多 然后 A股跌 它又跌 所以 港股是这样的 提款机来的 所以 去年 那么多 那么多不同的 全球股市 最坏的 今年可以 复苏 仍然都是坏 但是当然 大家 不要太过 一面倒 因为有时 衰到那么多 被人 压到那么多 这些 亦都很多时 亦都有一些 不同的 超级大户 全球市场里面 都会作出 这个部署 所以 去压 所有的货 出来的时候 最重要 这些货 究竟是强者手 还是 弱者手 大家要 所以听下 如果身边的朋友 全部都跟你说 你一说买股票 说你傻的时候 大家留意 可能 基本上 没什么人 再去留意股市 正正地 可能 其实 那些人仍是觉得 已经没跌够 你现在去扭 分分钟跌死你 还来 有时间跌 那个时势 可能 已经股市 步入了 牛市的第一期 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种气氛 你想回你最近 2020年 五、六月 其实都升了一段 上去的时候 大家都仍然觉得 还会 因为 之前三月 左右的 疫情 那时 那个下跌 令到美股 和港股 都跌得很紧 但是 静悄悄 就已经升了上去 大家都 仍然想着 尋底 大家都没货 跟着 还是想着 低一点的时候 闹平货 其实已经 偷偷地 已经 升了上来 所以 未来的一样 整体一定要有一个 独立思维 和这个主流传媒 可能要有少少分割 否则 人云亦云 可能仍然 给这个主流传媒 或者一些 不同的 吸引眼球的 KOL 令到自己有些分乱 所以 看周五的 议息 周四 周四 凌晨 意识时 究竟 鹰派 和鸽派 加息幅度 和加息次数 再决定 未来的后向 我当然希望 他越是说加息九鹰时 才要再 刺心点 你不刺心点 怎样拿平货 可能 会有一大堆的人被撕杀 但是没办法 这个炒家 通常这个 投资市场里面 都是比较 空残 所以如果现在 还有一些 蟹货的时候 可能 真的要忍一忍 昨天有网友问我 想收息 买些股 美股 我都说 没什么意见 为什么呢 但是我自己就不会做 因为如果为了收息 本身来说 这些股市 如果没什么 那么大的下跌 但是仍然有些股 是不断上升的时候 当然 酸 叫做强势的 但是如果 纯以收息 我去买这股 通常我就趁 不如在收息之前 我就高位放了去 稳固点 好 因为 收息之后 可能又有另一个世界 这个大家 大家的意见 可能都不同 但是 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 十年期的 债息 升穿2.1 刚才我说 其实创了三年身高 因为 这个和平的 俄罗斯湖哈兰 取得这个实质进展 消息令市场 避险 情绪的降温 美国国库债券 市场 遭到 抛售 债券加加上仰 美国十年期的债息 也都升穿2.1 创 当2019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十年期的债券 债息最新是报2.106厘 上涨10.8个基点 美国联储局本周 会公布 这个议息结果 分析 认为将加息25个基点 以 压力通胀 暂时联储局今年以来最少加息6次 至于俄罗斯 乌克兰 亦都谈判 因为尿有进展 所以国际油价都回落了5% 布兰特 日期油 在伦敦的收市跌了5.77个美元 5.12%跌了 每桶保1806.9美元 纽约这个期油创下2月28号以来最新低水平 所以大家要留意 美股和港股不会独善其身 如果有所明显的 资产的部署 可能对这个股市 可能会有少少契机 所以大家要留意 会不会有一个趋势 开始 金和油 已经开始 见了顶 如果有一个趋势 可能那个股票市场 就会好少少 记住 大家要留意 美股和港股 不会独善其身 虽然港股会跌很多 如果美股如果不涨的话 港股也未会弹 所以大家整体会同步 只不过港股会跌得更加深 因为 通常这个我们都是被人提款机的提 好 最后一件事 欧盟宣布取消 这个俄国的贸易 那个最惠国待遇 这个终于都肯 取消了 欧盟决定对俄罗斯取取新10的措施 最主要是取消他们的 贸易的最惠国待遇 禁止这个欧盟企业 投资这个俄罗斯游戏的行业 禁止这个向俄罗斯出口 奢侈品和高级汽车 禁止俄罗斯的钢铁出口 去欧盟等等 现在暂时 各个都已经围攻俄罗斯的 现在就 等它什么时候肯投降 昨天那单料就是假的 这个 这个中央台就放了这些流料出来 所以大家就 留意 究竟 无论那个是流料兼料 怎样去传出来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个特变的 大家就留意最新的战局的状况 昨天的夜波系统 如果这样算是有八几点 当然 你说如果 夜波系统 一万九千 就是那个 通常半夜两点几天 我们现在未必 可以摸到那么夜 那么夜去报 但是现在继续参考 前天应该不是昨天 20103 2013 121 叫沽 如果以 早上开波的时候 最低位算是八几点 当然 如果铲到最低的时候 一万九千 四百多 当然是很大的波幅 通常开市一定会 chatch 但是夜波系统 报出来的时候 有时都知道了 昨晚的趋势 去到 通常九点十五分 那五分钟 已经是 如果做了个 小小反响 都是先吃了 当然 之后 可能会再chatch 再走回 对的 但是如果 如果没得多的夜波系统 其实对我自己 亦对 网友 亦都有一个 比较开市 之后如何chatch 再走一个方向 会有一个 比较统计上的 盘感 昨晚的夜波系统 2点 25分 分出 19085 都是跌的 暂时 都是跌 所以 看看九点十五分 至二十分 走势 会不会 反转 还是继续 顺势 或者 可能chatch 稍后才走出的方向 我们继续会报 在Facebook 那里 大家少许想看 直市的 一些不同的信息 可以 去我们的Facebook 杜心炒股 看看 究竟这个 究竟这个情况 是怎样的 请订阅 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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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订阅